Hello,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收到头条网友寄过来的两台笔记本 是安装黑苹果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台 未来人类的这一台 这再薄一点的是 机械革命 这两台是一样的 那就 开始安装了 先安装这一台厚一点 准备上去安装 好的,OK,那我们先来安装这一台薄一点的 这个是机械革命的笔记本 我们开机看一下它的配置是什么 机械革命 Z2 这个是AR的 然后处理器是i7 8750H 这个是UHD630的核显 独显是GTS1050 如果安装10.0 如果安装10.15的话 那这个赌钱就没有办法用了 需要屏蔽 生卡是ALC265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 网卡是什么 网卡是最普通的 8168 好 OK 那我们知道配置之后的话 就可以开始做引导了 先做一下引导 那这个安装U盘已经是做好了 然后这个是10.15的安装盘 引导已经在里面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安装之前的话 先进去BIOS设置一下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设置的 开机进一下BIOS 这个BIOS进去的话 不是F1就是F2了 进到来这一边 首先的话 先改一改时间 把时间改成2017年吧 因为等一下如果这个时间不改的话 可能安装的那一个程序会出错 我们看一下硬盘模式 AHCI 没错 然后这一个安全启动是关闭的 没错 然后 CSM是关掉的 这个关和开启都没有所谓 第一个启动是USB的U盘 没错 那我们可以直接保存退出了 好 看到这一个安装最界面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直接选苹果进行安装 后续这一个Windows是要删掉的 那我们先安装这一个苹果先 好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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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花屏禁止了 花屏禁止了 可能USB插在USB3.0上面了 换一下 插在USB2.0上面去 关掉 我们换一个接口 换到USB2.0上 再来一次 我们再进一次 我们看到苹果的Logo了 先来这个安装界面 这个鼠标有点慢 没关系 点一下简体中文 我们首先先分一下区间 点一下磁盘工具 然后这一个就是这个内置的固态 我们直接把它给抹掉吧 所有东西都抹掉 改一个名字 MACOS 然后格式是MACOS 扩展日字型 然后GUID分区表 我们直接把它抹掉就好了 非常快 关掉这一个磁盘工具 可以点安装 MACOS开始安装 进到了这一个安装界面 点继续 同意 同意 选择刚才格式化的这一颗固态 但是它这个很奇怪 它这个另外还有两个的 这个搞不懂 现在开始安装 过程的话可能会有点久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那这边就重启了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安装的第二个阶段 这里会多出来一个苹果 这一个就不是 这个就安装了 然后最后一个 刚才我们改的这一个磁盘的名字 我们就选这一个 再进一次 那这一个阶段的话 还是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点 我们就再等等吧 好 好 这边已经重启了 第二个阶段 然后又多出来一个苹果的标 这个是恢复模式 我们直接再进最后一个 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这个现在右盘还是要插着 因为引导在右盘里面 好 这一个安装界面的话 它是一个英文的 没关系了 这处标有点慢 移到最下面 选一个中国 我们选一个中国大陆 我们选一个中国大陆 这一边先不动了 我们稍后设置这个Apple ID 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个用户 MACOS 设置随便设置一个密码 先保持默认吧 我们进到系统再慢慢调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安装界面 现在是英文的 我们选一个深色 这10.15的话 必须得深色了 这个识别一下键盘 好嘞 OK 我们先把它改成中文再说 有点怪啊 这一个安装的 这一个 改成中文 重启一下 OK 我们已经改成中文了 然后已经重启了 然后 登录一下 密码收错了 看一下哪些功能是现在是好的 看一下关于本集 看一下关于本集 我们看到版本号是10.15.1的 目前来说是最新的 然后处理器i732G的内存 然后UHD6301.5G的显存 再看一下系统报告 这个是这个有点怪啊 为什么有两个是一个好 先不管了 然后看一下USB2.0 3.1 以太网卡 以太网卡是正常的 现在看一下图形卡显示器 然后独显这一边已经是屏蔽了 然后核显这一边已经驱动好了 这一边加速也正常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 摄像头可以识别 电源也 电源这一个可能要打一下补电了 看一下蓝牙 蓝牙这一边 稍等一下再看吧 图卡器图卡器是没有的 然后声音 声音应该也装上去了 看一个显示器 内建的显示器 1080p 等一下开一下这个HIDBI 先看一下这个升卡是不是正常的 先看一下升卡 输出 测出 测试一下这个升卡 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再说 能上网 输入一下NP3 听一下歌 好 这个升卡是正常的 然后撕一下蓝牙 看一下蓝牙 看一下蓝牙 我现在手机开蓝牙 看能不能四点 1 0 2 3 2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蓝牙还是要调一下 看一下触控板 现在这个触控板是不能用的 等一下的话调一下这个触控板 然后时间稍微也调一下先 这个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也是正常的 那这一台的话基本系统就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方面需要调一下的 一个是蓝牙 第二个的话是触控板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一些变频 还有HIDPI 这些需要调一下的 然后我们现在整理一下这一个引导 好的 现在这台机子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关于本机 Catalina的这个版本最新的 这个显卡是UHD630 然后1.5个G 这边也识别正常了 显示器内键显示器是1080p的 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 这个是SATA硬盘是512的 我们来看一个系统报告 MV的硬盘里面有两个视为正常 SATA的硬盘 USB3.1 2.0 这个是核显 这个是核显 然后的话 独显的话是已经屏蔽掉了 因为独显不能用 然后摄像头这边能识别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个电源就没有办法 电源这一个不能显示 蓝牙是识别到的 等一下试一下蓝牙 音频这一边也是正常的 我们来试一下音频先 这边麦克风也正常的 这边声音正常 测试一下声 那支的声卡的话就是 音质的话会稍微好很多 比万能的话要好很多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Siri 你好Siri 我也在使劲的跟你把着招呼 好的谢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 这一边的 这一边的话 试一下蓝牙 蓝牙这一边已经是能识别出来了 这是手机 我们来手机试一下配对 好已经连接了 这手机已经连接了 蓝牙是基本正常的 然后的话出工板现在出工板也能用 出工板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显示器 显示器的HIDPI我已经开了 看一下硕方这里没有问题 这个是 好 这边HIDPI是正常的 然后试一下亮度调节 这个亮度调节是正常的 这个还有自动亮度亮度调节 刷键率是60赫尺 这是内建的显示器 EDIT已经是注入了 可以看到显示效果还是挺清晰的 我们再试一下的话是 那现在我们来跑一下分吧 看一下这个跑分是不是正常 啊对先运行一下这一个变品啊 忘记了看一下变品是否正常的 我们测试一下变品 啊可以看到变品的档位一共13个 这个每时每刻好像都会变了 这一个啊啊已经是锐频了啊 处理器的型号识别也是正确 目前最低的话是1.8 1.8G 频率到 锐频到3900 啊这个最高月频到4100了 所以说这一个变频目前是完全正常的 好我们来跑个分 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上去对比一下 MapPro的15.1的一个分数 看差别有多大 看能到呃能接近哪一个机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分数啊 单核的话是844 然后多核的话4648 MapPro15.1的 那我们搜一下看一下这个机型的一个分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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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分数的话看接近于哪一款啊 那叫898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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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搜封的吧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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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一点啊 但是也是比较接近 目前就是这一款CPU的 多核还有单核的一个性能 也是还是比较接近的 使用起来应该差别也不大 这是2018款的Maple Pro一样的处理器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一个USB接口 那这一台机子的话 一共前面的话就看到有三个USB 一个两个是3.1 还有一个是2.0的 我们来试一下 插个U盘 U盘是能识别的 我们试一下这两个 一个是插了鼠标的 所以说其中有一个是肯定正常的 这个是3.0的接口 试一下移动硬盘 好 这边3.0的也可以认出来了 这是移动硬盘 它这个后面的话有 还有一个Type-C的 但是我这边没有Type-C的一个设备 没有办法测试 相信应该是好的 那这一台机械革命的Z2L 基本上就安装完成了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笔记本 是装了黑苹果单系统的 开机到进桌面 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开机 它是直接就显示着一个苹果标了 然后就开始独挑 好 OK好 进入桌面 好的 完成了 但是有问题 我们再用这一个标准的 再扫描一下 然后再扫描一下 我们再扫描一下 就是你的标准